近日,王一博在珠海参加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 8月10号,网上爆出85号选手王一博在排位赛中获得第一,全场排名第二的成绩 然而,随后在比赛信息公平上出现了85号选手请立即前往控制中心的信息 有网友爆料是因为王一博在通过维修区时超速而被叫往控制中心罚款500元 目前只是未得到官方证实,引发本次热议 非法娱乐时事报告